52岁周海妹神逆龄重现最美周智若不老保养秘诀曝光 今年52岁的女星周海妹有不老传说之称,当年在《以天图龙记》中扮演周智若,充满灵气的模样被评为历来最美 她最近上美食节目的侧拍照曝光,脱俗气质风韵犹存,神逆龙的少女模样更被大赞助演有数,52岁看起来根本像25岁 当年最美周智若,近况神逆龙曝光 本文图片接翻设字。周海妹工作室微博 初到34年的周海妹,当年从香港小姐选美出道,在1980年代可说是香港戏剧圈党家花旦,演出不少知名港剧,更在金庸小说改编戏剧的《以天图龙记》当中饰演周智若, 上海戏剧的《以天图摇党》、《以天图伙托优优》,《以天图托优》也被宿为经典。 《以天图往天图托优优》,《以天图托优优》! 在一课的《以天图托优》,《以天图托优》,《以天图托优》。 《以天图托优优》! 把气质与动灵美貌,依旧让人印象深刻。 周海妹最近秀出上节目的侧拍照,完全看不出已年过八百,被网友大赞是动灵女神,没想到周海妹的保养哲学却意外简单,之前受访时提到。 周海妹的简约保养术 就算脸上长了皱纹,也是岁月留下的礼物,这些年来实行简单保养哲学,周海妹还是最爱自己自然的模样。 先前她也曾对媒体透露,平时没工作很少擦保养品,不让过多化学物质堵塞毛孔。 早上只用温水洗脸,天天喝一杯咖啡,而饮食倒是不太忌口,但会顺应时节,用一些当季食材煲汤养生。 其实,过去,过去几年周海妹深陷红班姓郎疮所苦,之前的素颜照还被质疑似乎崩坏了。 随住近况曝光,显现她风采依旧,不少人开心地说最美周纸若回来了。 周海妹自1998年因红班姓郎疮症发作且经常复发,被迫暂时离开目前,几乎绝技香港娱乐圈,以街拍中国广告为生。 对于过去患病经历,现在的周海妹没有多说,警队媒体透露当时工作量减少,只能勤俭治病,非常注重饮食和运动,如此一来,时光可以走慢一点。 认识红班姓郎疮 红班姓郎疮 红班姓郎疮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,患者的免疫系统会不正常攻击自身健康组织,进而引起各种症状。 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皮肤科指出,大众印象中的红班姓郎疮是指全身性或系统性红班姓郎疮,Systemic Lupus Eryphematis SLE,容易导致身体慢性发炎,破坏多重器官系统。 虽然几乎每个器官都可能受影响,但最常见的是皮肤、关节、肾脏、血液细胞、血管及中枢神经系统。 根据侵犯器官的范围疾病因,可分成三种类,包括全身性红班姓郎疮,盘状红班姓郎疮,药元性红班姓郎疮,其中一全身性红班姓郎疮,在台湾最常见。 全身性红班姓郎疮,无论发生原因,产生的抗体及引起的临床症状都很复杂,是一种症状变化多端,千七百怪的疾病,因此也被医界称为千面女郎,最伟大的模仿者。 红班姓郎疮,成因 虽然已经知道红班姓郎疮是因字体免疫反应引起,但真正原因目前还未完全清楚。 台中荣总过敏免疫风湿科说明,根据目前研究,个体发生自体免疫疾病,有下列四种因素。 遗传,目前已知可能与人类组织抗原HLA、DRR、HLA、AE、B8、DR3或C4补体基因缺损有关。 特定种族也特别容易罹患红班姓郎疮,根据研究,东方人与美国有色人种是好发种族。 环境,研究发现,某些病毒感染可能导致原有自体免疫遗传倾向的人发病。 此外现,压力等也可能是红班姓郎疮恶化。 女性荷尔蒙,红班姓郎疮好发于生育年龄女性,而若服用动情素或怀孕等状况也会使红班姓郎疮恶化,显示此症与女性荷尔蒙密切相关。 药物,某些荷物会导致药原性红班郎疮,如治疗高血压,心脏衰竭的药物Hydrolavin,抗颠前药物Thamitoin,以及治疗心律不整的药物Procanamide等。 红班姓郎疮好发族群。 女性,男女比为一比九。 年龄介于15岁到45岁者。 。 拥有红班姓郎疮或其他自体免疫疾病家族食者。 。 红班姓郎疮症状。 。 。 红班姓郎疮症的症状便及全身,端看免疫细胞攻击的部位而定。 。 目前全身性红班姓郎疮诊断的依据,医界普遍采用美国风湿病学院,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,ACR,公布的11项要点,患者若符合4点以上,包括4点,就可作为诊断依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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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项症状分别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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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蝴蝶般,脸颊和鼻子上出现的皮疹,形状像蝴蝶 圆盘状狼疮,皮肤出现圆盘状的皮疹 对阳光敏感,阳光曝晒之后,皮肤的反应强烈 口腔内溃疡,时常发作,不易治愈 多发性关节痛或关节炎 肾病变,尿蛋白超过每天0.5克或出现圆柱体 神经或精神异常 将膜炎,包括肋膜炎或心包膜炎,会引起胸痛或呼吸急促 血液病变,白血球减少,血小板减少或容血情贫血 免疫系统病变,如霉毒血清反应伪阳性,红斑狼疮细胞,L1 cell,阳性等 血液病变,血液中出现DNA或FM抗体,自体抗体 不过,根据台大医院皮肤科未教资料,有许多红斑性狼疮患者初期表现只有轻微的光敏感性,隐约的蝴蝶斑或圆盘状红斑 表现在皮肤上的红斑性狼疮并非都会转为全身性的,若能及时接受适当治疗,都能获得不错的成效 红斑性狼疮日常保健 台中荣总过敏免疫风湿科网站资料提醒,红斑性狼疮患者除了充分了解自身病情,规律服药外,同时也应尽量降低生活中可能使病狂恶化的因此 做好防晒,日晒,室内日光灯等光线,都会加重红斑性狼疮的症状 规律服药,遵循医嘱,目前医疗已可将大部分患者病情稳定控制 充足休息,红斑性狼疮患者常会有倦怠症状,应充分休息 规律运动,病情稳定后,可开始适当运动,增强体能 红斑性狼疮治疗 红斑性狼疮的治疗以药物为主,由于是一种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,因此治疗以缓解症状为目标 类固醇抗发炎药物,口服或注射 非类固醇抗发炎药物,NSAID,口服,例如阿斯匹林 免疫抑制剂,例如爱德星Cyclopherspermite endoxin 抗疾病,抗疾病毒,抗疾病,抗疾病,抵抗日晒,避免发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